这些是今天的食材 就是三个超级大的番茄 然后三个小鸡蛋 还有一包鸡胸肉在退冰 我们要烫那个番茄皮 三颗蛋蛋 这个鸡胸肉已经完全退冰了 番茄是切好了 然后下面的话是比较大块的 上面的是比较小块一点的 是不是饿便了啊 那个锅已经热了 所以那个油是可以这样子化 所以现在要开始煮了 这个蛋的话随便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蛋的话还算是蛮水的 还不是很熟 比较绵一点 现在的话就是要煮那个番茄了 所以油的话是有放了多一点 等一下不够再加 等一下会出烤鸡胸肉一点 所以要马上盖着 嗯 嗯 摘到太多水了 应该是煎了 但是现在已经是变成 嗯 小火焖煮了 嗯 好吧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再一下去的话 会比较香 但是不想放那么多油 所以直接丢下来就会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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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闷一下 然后才开小火 有饿饿了吗 饿饿了啊 是不是 在这里等 饿饿了在这里等 有吸收到吗 有现象吗 有现象哦 一个不小心闷过头 然后 有点焦了 那个火太大了 所以现在已经转小火了 水分的话不会很多 我从头到尾的话都没有加到 水 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 下番茄的时候 水就已经很多了 现在的话要试一下味道 应该ok了 刚才试了一下 味道不是 是那么 没有那么甜 可能是番茄太过熟了 放太久了 然后有加了一些那个 调味料 就是上一次的 那个 海鲜调味料 现在的话应该会比较 鲜甜一点 再试多一次 味道好了很多 现在是可以出锅了 今天的鸡胸肉 番茄炒大 看了很开胃也很好吃 有点想要配饭 但是家里现在没有饭 就直接这样吃吧 好好吃啊 鸡蛋的话不会太老 然后鸡胸肉 其实切大块一点的话 咬起来比较爽 然后番茄的话 味道也是ok 刚刚好 嗯 今天的那个番茄不会那么酸 酸味没有那么重 甜味的话 就普通 但是就有一个番茄灰 可能也是有加了一点的 一个香料粉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点 比较鲜甜的味道 我觉得现在有 饭的话 会更好 这就是完全自己炒的那个番茄 没有加任何的那个番茄 哦 吃到那个番茄的酸味了 吃到那个酸味了 吃到那个酸味了 我觉得这个料理可以值八分 因为真的很好吃番茄炒蛋 尤其那个番茄要 选品质好一点的番茄 煮出来的味道的话 会很棒很棒 好 中火 做 DBT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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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